大超市出状况,小超市问题多,大家都知道,贩外淫秽光碟那是违法行为,因为它会毒害青少年。 然而今天张秋的一位教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,在他们当地的汽车站里,就有一家超市竟然向顾客兜售淫秽光碟,顾客中就包括他15岁的表弟。 在张秋汽车站公厕的南边,记者找到了观众说的这家霸众超市,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车车站。 车站音箱社,进门逛了一番,记者就和老板直接切入正题,见记者有诚意购买,老板从一个纸箱下面翻出了一个纸袋子,老板又拿出了好几盘银秽光碟,让人看了真是面红耳赤,不堪入目啊。 带记者离开,这位老板又把光碟放到了一个箱子下面,他在等待下一个顾客。 每日新闻记者报道,开着超市卖黄碟,胆娜向未成年人兜售,可恶,我台南将会继续追踪关注此事。